行政院去年为了振兴经济推出五倍券 其他还加码抽出八种票券 但统计下来使用率却跌破眼镜 根据经济部统计五倍券截至目前为止 已经发出了大约两千多万份 资本兑换率比进八成 数位兑换率也高达将近九成五 另外经济部加码发出的好识券 回馈金额高达二十多亿元 发放率也很高 而其他部门推出的义放券 发了三百多万份领券率达八成 使用期限只剩下两个月 和往年安心旅游补助热矿差距甚远 农油券状况最惨地 而阶段登记量少 到目前都还没有抽完 最后国旅券使用率只有三成 今年推出加码券为了振兴经济 没想到全国人民响应度不高 但手上还有票券的民众得多加注意 除了动资券使用期限到六月底外 其余加码券通通都止到四月三十号 还没使用的民众得把握时间 以免权益受损